曾国藩是瓦情最受争议的一个人,作为瓦情的三驾马车之一,曾国藩对清王朝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,虽然天资不高,学习成绩一般,但是却创造出了一个属于平凡人的奇迹, 他没有明朝张居正聪明的脑袋,也没有李鸿章的政治手段和野心,但是这个普通人却凭着自己的步步为营,扎扎实实,小心谨慎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,为大京蓄秘五十年,被称为同治中心的最大功臣,曾国藩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有两个,一是剿灭了太平天国,并练了相军,二是培养了李鸿章, 为清朝外交事业,培养了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,曾国藩天资一般,所以查简介,我们只能看到另一种说法,勤奋努力,当然我们知道这仅仅是对曾国藩的安慰而已, 天资聪颖可以随随便便考个好成绩,但是勤奋努力就不一定了, 所以曾国藩也曾经经历过很多次落地,还好没有放弃,最终以一个并不理想的成绩,赐同进士出身,并成为了道光朝最大的奸臣穆章阿德德义门生, 因为曾国藩虽然笨,但是却并不少,想要施战报复,光靠书生义气是不行的,还得有关系和门路, 就这样当时三十多岁的曾国藩,在穆章阿德帮助下,成功地进入了政坛, 1851年,洪秀全在广西津田发动起义,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御敌的折子, 但是咸丰皇帝看后却不然大怒,要找人来定他的罪,要不是朝中大臣为他求情,恐怕曾国藩就已经到此终结了, 此时的曾国藩虽然已经四十岁了,但是却没有政治经验,经此一事,曾国藩做人做事更加谨慎小心, 1853年太平军势竹破竹,打得清军节节败退,此时咸丰皇帝才想起曾国藩, 于是曾国藩便届时组建了相军,与太平军抗衡,在战争初期,曾国藩也是连连败退, 甚至三次想要投水自尽,幸亏图人拦住,否则就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和大清王朝了, 后来,在李鸿章的帮助下,曾国藩顺利攻破天津城,彻底消灭了太平军, 此时曾国藩的手中已经有十余万的虎狼之师,成了政坛上的政治明星, 太平军被剿灭后,手下人纷纷劝曾国藩谋反次第,但是曾国藩却一口回举, 并尚说请求朝廷削减自己的兵权,此时的清朝统治者,也是曾国藩为头等大敌, 不仅没有兑现当初封王的承诺,反而要曾国藩自行削减兵权,将将将军减到两万人, 曾国藩手下纷纷感到不平,但是曾国藩却二话没说,全部照办,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没有做皇帝的野心,但是却没做好做皇帝的准备,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,曾国藩当了皇帝又有什么办法呢?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灭顶之灾,因此曾国藩还是决定做一个本本分分的臣子, 虽然曾国藩做了清王朝一辈子的奴才,到最后还没得到半点好处, 但是其在文学上和为人处斥上,却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, 后人甚至将其笔作圣人,而曾国藩家书也成了当前非常热门的读物, 很多人通过曾国藩的作品来研究为人处斥之道, 这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没有想到的, 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了却君王天下事, 赢得生前身后名,也可以说是师之东于手之丧于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